HELLO 大家好 我是冰的 歡迎來到一月一期的零收月報 希望這次是不會再出BUG被觀眾抓到了 作詞・作曲 李宗盛 作詞・作曲 李宗盛 作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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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在這邊提一下 中國上個月的王者營收腰斬 看一下關鍵點是在5月21號 也剛好是DNF手遊上線的時間 所以我個人推測是騰訊的宣傳策略調整 導致部分用戶的消費跟時間轉移 變成自家人打自家人 不過營收這件事嘛 只要1加1大於2倒也無所謂了 至於上個月王者人用的AIG爪流事件的影響 我是覺得能影響的有限啦 畢竟騰訊掌握的社交工具 那個優勢真的太大了 除非未來有人可以跟他抗衡啦 不然只要在不影響國家策略下 他要怎樣搞你也拿他沒責啊 但其實也再次點出了現在網路的社交媒體漏洞 一方面像是廠商為了穩定用戶體驗 導入了大量人機 或者引入行銷策略上 製造各種熱銷假象騙你上鉤 另一方面就是行之有年的水軍文化 現在又有更高效的AI輔助 要帶輿論更是如虎添翼 搭配關鍵字演算法 可以快速炒作帶風向 然後如果喜歡看短頻快的影片跟文章 或者缺乏媒體識別能力的人 就非常容易被帶偏了 那你就算想去反駁啦 但對面可是AI啊 能不吃不喝工作24小時 不間斷的深層賽博垃圾 你這邊清掉一個 他馬上又拉10個了 怎麼逗啊 而且就算有AI偵測 馬上又會有反AI偵測 真的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MIDER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是MIDER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 回到首先 我來說 時間 gonna 我們下次見 我們 unions 你們 認不合